距离投票大概只剩48小时了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怪招会使出来呢 刚刚其实纪委员也提到了窃听案 这个主将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怎么会变成 媒体跟媒体之间各唱各的调呢 我们自由时报跟联合报讲的都不一样 自由时报现在又在讲说 自从创刊以来到现在都不一样 对 我们也习惯了 好 窃听案 水电宫道歉了 所以检方排除科办自导自演 但是立刻就被北检打脸了 说哪有 而且接下来可能 北检的意思是说还没有办完 还没办完还要进行二次测谎 是不是这样 立宏哥 我这样讲好了 当然媒体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立场 不过我必须说窃听案走到今天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地检署 基本上已经也玩不下去了 也玩不下去了 你也看不到任何新市政的发展 那我觉得到这几天的气氛 恐怕连阵营也好 或者是国民党 还是希望能够试图延续 这个所谓的窃听于 延续这个自导自演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柯阵营的质疑 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其他招数 可以来对付柯文哲阵营 也只好就拿着这一道 这一道其实已经是收水菜 或者是收水油 就继续泼继续弄继续玩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今天比较有趣的是 台北地检署竟然发了一个新闻稿 否认自由时报所说的 说近日就要签结 而且已经排除所谓的自导自演 我觉得台北地检署至少 他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认为他试图影响选举 有利于廉胜文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立场是没有改变的 他也不怕说 因为今天联合报跟自由时报 各执立场 但是显然北检出来否认 是否认自由时报 尤其还一副就是说 我们没有排除自导自演 那可以让你看 现在包括废宏泰 邱逸又另辟战场 说什么 说什么那个 那个那个叶克摩是 又是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说 厂商代表 对 这几天 我必须讲 这个蔡依山流眼泪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联盛文游街也好 他都没办法去面对 他们自己阵营的各种 负面的 而且事实上会抵消他的 这种竞选政院作为的 这一些动作 这些小动作 其实多到令人觉得 联盛文阵营 恐怕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小动作 平平 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团队 好 比如说 我想郁珍也准备好了 蔡正元发了个假公文 他很奇怪 他很喜欢公布别人的公文 公布柯文哲阵营的公文 公布民进党的公文 问题是今天被抓包了 他那个公文是假的 自己造假 到底是自己造假 还是别人造假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再来看 现在在网路上 有人冒假名 在PTT的网站上 去公布所谓的 这个 没有 柯文哲的情书 柯文哲的情书 那个IP在美国 结果没多久 自己撤掉了 我会觉得说 怎么专搞这种小动作 我有时候就觉得 连柯文哲都有 可以写情书的对象 还有强摘器官不是也来一个 就说是柯文哲共事多年的同事 指控他强摘器官 对 然后也不愿意具名 没错 刚慌颜也提到了李敖 李敖 李敖明明 我想他也在这个节目上也讲 对 他也 他其实几个月前 五月份他就讲了 他说柯文哲自以为聪明 但是在我眼中他是笨蛋 但是连胜文是坏蛋 李敖直接讲 我当然支持笨蛋 这都已经是多次在电视上 公开讲话 支持柯文哲的李敖 结果还有人可以把它转换成 说是李敖支持笨蛋 连胜文 柯文哲是坏蛋 可以完全把李敖的意思颠倒 弄到连李敖都在脸书上写说 这简直是造假 连李敖的话都可以造假 连这种小动作都要做 不过证明一下李敖 到现在虽然八老九十还会玩脸书 这也许是台湾电子化的一个 蛮好的一个进展 好伯承都可以看维基了 是啦 他会当选 因为这些人都在玩脸书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套一句 我真的还是呼吁一下连胜文先生 这个想想你那个 杨志良卑卑的那个话语 反正既然胜选无望 就要留点骨气 等一下这句话 有没有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味道 那杨志良讲的 杨志良讲的 我只是引述杨志良的 那要看蔡振元告不告 蔡振元不是喜欢告人家意图 使人不当选吗 他还是带有善意 说留得亲身在 给大家看一下 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说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蔡振元 又在脸书上公布了 因为他们最近不是 发了一个广告就是 投柯文哲等于投民进党 也就是说他一定 这个柯文哲就说 你们把我这个抹黑抹不成 然后就只好把我抹绿 那蔡振元怎么抹呢 他说柯文哲是民进党的 本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这个公文怪怪的 这个公文你看这里还一条线 怪怪的 不知道哪里来的 就不完整 显然就是财成两段了 然后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叫做 本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这是蔡振元公布的公文 蔡振元公布的公文 你说那个中间有一条线 对 这里有一条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说这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 就小时候那个美劳克没有好好上 对 然后这个公文的 123456都一样 然后7不一样 还有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 本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段一康就公布了一个新的 新的这个正本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正本 这正本这里只有123456 没有7 没有7 然后也没有本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只有本党这个党籍台北市议员 就是只有台北 本党党籍的台北市议员 还有台北市议员的这个 就是台北这个候选人 什么这些 就是全部通通就没有 本党台北市候选人 本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就没有 可是在蔡振元的脸书上头 郁振元我发现一件事情 蔡振元那个脸书上面 那个字间字句行句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明显的不一样 不太一样 那个你看 对就是字句 这个跟这个行句是明显的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字体跟这个字句 完全不一样 以白线为准 以上可能是真的 以下就是假的 这个才真正的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对这个这么明显 这个是完全非常明显的 这个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的公文 台北地监署真的是检察长瞎了眼 像这种公文他还不去查 对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 是因为柯振元不做这个负面的 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不要什么都拿来告 什么都拿来告 其实这个是可以告的 我不知道蔡振元告了寇姐 寇姐要不要告他这一件 就说真的这个叫 真的伪造文书 意图使人不当选 等一下给我 我拿去告 他们竟然讲说 他们竟然讲说 我告诉你 又宏兄 当场不受理 说说柯P去卖 去这个叶克摩 他是帮厂商推销 是厂商是这个跟台北 台大医院请假出去 是伪造文书 谁在伪造文书 这这么清楚是谁在伪造文书 所以我觉得 这次的整个的选战到这边 你看刚刚讲自由时报 跟这个联合报 两方协法不一样 那我们看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它已经告诉你说 林姓业者已经扛责自欠了 好 可是他后面也有一个 不知道是报道还是评论说 这个林姓的小咖是动机废解 就说由他来主导动机废解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般的做法 就是动机废解 这个我们一般的说法是 这是评论 你评论这整个事件 所以已经不是报道了 可是对他们来说 你看在大家都已经否认了检察长 在整个强势主导 已经否定掉了杨志宇 在这个案子里头 太过分了 太离谱了 结果你现在还要把这个案子 继续玩下去 他被人家说他强势主导 他没有更正 但是说排除自导自演 他更正了 他排除自导自演 这个对选情有帮助 他更正 他强势主导 这个对选情没有影响 他不更正 那这个对他 才是最大的羞辱 一个检察长 在办一个选举案件 他强势朝着某一边去主导 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丑 丑闻 丑闻也好 失格也好 不失格也好 他不更正 他不在乎 但是当媒体报道说 排除自导自演 这个对选情有帮助 他马上更正 那这种人的心胸想法 各方面 不是很清楚的暴露出来 给大家看吗 因为人格不重要 他的人格 以及他专业不重要 政治才重要 对 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 今年的选举 再决定台湾的前途 好 明天是选前之夜 我们会想办法把林非凡 跟陈维廷邀来 我们一起聊 好 稍后我们一起聊